Dabby 真的好謝謝你今天讓我這麼美 說自己是仙女下凡都不過分 今天原德本來叫我多留你一下 要跟你好好說謝謝 結果我上完廁所追到電梯口 發現你已經下去了 可以認識一個這麼鄉土又有趣的西密 真的讓我在化妝時 輕鬆好多喔 你真的是神仙酵母 畫個一兩下就可以讓我變得 這麼舒服 水當當 原德今天還跟我說老實講 Dabby真的很強 把我老婆畫得這麼整真的很強 總之呢真的好謝謝我的人生大事中有你 好高興認識你也好榮幸能被你化妝 開心怡婷給我的這一段回饋 那這就是Dabby為什麼有鄉土新密的由來喔 Dabby就來分享一下 就是Dabby為怡婷他們做的婚紗還有婚宴的造型喔 那時候的訴求就是他想要輕鬆的拍婚紗 不想要太熱不想要太累 那所以呢就是他們有兩套禮服就是在愛瑞絲的棚拍 那一套呢我們就是拉到愛瑞絲棚外的小公園 走路大概五分鐘而已不會讓新人流到汗也不會太累喔 來欣賞怡婷的婚紗造型 那怡婷的頭髮呢非常的多 多到Dabby當時在做造型的時候不斷的讚嘆說 哇你這個頭髮 如果有這個髮量我應該就是八天才會洗一次頭髮 因為真的太多了 洗一次大概要三十到四十分鐘 吹頭髮吧 然後Dabby也一直就是那天首要的工作就是一直不斷的幫怡婷的頭髮收收收收收收收 收到跟怡婷的身材成正比 因為怡婷偏瘦嘛 所以他的身材如果那個包包頭很大的話就很像一個貢丸插在竹竿上面 所以呢Dabby那天真的是收到整個腦神經摔落 然後髮夾不知道用了大概應該有五十到一百個人放在怡婷身上 那可是呢收完的造型 結果其實還蠻好看的喔 婚紗的經驗之後呢 剛好怡婷的婚宴的新秘也是Dabby 所以呢 Dabby也比較了解了 怡婷的髮性啊眼型啊身型啊 膚質啊眼型等等的 那天在婚宴的當天呢 Dabby有特別的提早幫怡婷開妝 因為怡婷的眼型是屬於一隻眼睛比較拋就是比較多折的 所以他是需要一些時間來調整的 那Dabby也就是有跟怡婷約了提早派妝 因為婚宴的妝感是比較跟賓客是比較接近的 所以我們不能靠修圖啊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讓賓客覺得 哇你真的超美超正超自然的 所以呢Dabby那天在怡婷的妝感上也有下了一些功夫喔 來這邊是婚色解謎的照片喔 可以照片中可以看到Dabby其實就走在這個小角落這邊 其實呢 Dabby特別在京娘進場之後 就是一些感人的畫面啊 心想會落淚 那Dabby其實就跟小組款家在同一個小角落 那新娘如果有落淚的時候呢 Dabby就會在旁看需不需要補妝 但是我們以不打擾攝影師的鏡頭為主喔 那新娘可以不用擔心 Dabby一進的時候都會跟新娘一起進場喔 那是二鏡造型 怡婷選了一件米金色的A-line禮服 那怡婷不想染髮 所以我們保留他的黑髮 然後放成公主頭 這樣做完造型怡婷整個氣質爆棚了 黑髮最難做的其實就是線條 那怡婷的髮量又很多 所以呢 Dabby在怡婷的尾部帶了一點微微的捲度 其實捲度剛剛好就好了 如果太捲其實反而顯老氣喔 但是怡婷這樣做真的太氣質了 現場覺得這套禮物真的太美了 是昏色的照片 然後記錄一些怡婷在抽捧花 還有進場的一些花絮 其實每個角度啊 新娘的每個角度 我們都要做得漂漂亮亮的喔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請攝影師說 這個角度可不可以 我頭不夠遠 可不可以幫我修一下這邊 然後這個角度凹掉去了 這邊可不可以幫我修一下 其實我們是沒有辦法要求攝影師這樣做的 這套禮服呢 怡婷選擇是全斷面的素色紅色禮服 那這套禮服呢 看起來超時尚的 Dabby跟怡婷討論想要跳脫前面的一些 比較寒風氣質的造型 那這套造型呢 Dabby跟怡婷討論就是選擇 梳油頭然後做著酷酷的造型 時尚度爆表 好啦 那Dabby就分享到這裡囉 喜歡Dabby的造型可以幫Dabby下定喔 那喜歡我們的節目也可以幫我們按訂閱喔 你靠很近 你頭太... 你不覺得整個塞嗎 在幹嘛 為什麼我這麼近 對啊 你不要塞那麼慢 沒錯 你fox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